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早晨 又到一起中第子规的时间了 请同学准备第子规 打开第36至37页 现在施老师先朗读一次 请同学细心聆听 这篇第子规教了我们正确的读书方法和态度 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如何才是正确的读书的态度呢? 我们一起看看这几位同学读书的时候的表现 你们觉得谁的表现最好 而谁的表现有代改善呢? 各位同学早晨 雍老师早晨 现在是晨读时间 请同学阅读图书 留学月阅读 любов 孟禁 google你出来分享一下 你一看完图书说什么呢? 呃 我带你回去分一下一下 我带了这本书心思 twitch 这本书在讲 嗯 你一看完这本书 我带了这个 Bennile 你一看完第二本 你又如何知道故事内容? 老师,老师! 乌预整本条备 听完没有看 现在去中文堂请同学打开《弟子规》的一页 一起做一次前言 《弟子规》如名尚无闻 是清朝康熙年间受财利欲受的作品 他的内容采用了论语学而篇第六条 《弟子入则哭,出则地,紧而上,犯了作语学而学文的文艺》 杨瑞峰,郑瑞,小姐,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读书的? 呃... 呃... 我什么呀?你自己不认真读书就算了 还要去骚扰其他同学 吃了可以太过分了 现在请你们抽地址一百次 啊... 呃... 啊... 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 是... 哪个同学的读书态度最好 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了 《弟子规》教我们正确的读书方法 《读书法》有三度 《深眼厚》、《顺戒耀》 意思就是读书的方法有三度 分别是《深度》、《眼度》、《厚度》、《厚度》 《此未中》、《彼蜜》、《起》 《记者》也就是说呢 因为这本书未读完呢 就不要那么快开始读第二本书啊 好了 现在我们一起朗读一下这几句《弟子规》 以下的时间交给同学为我们带读啊 现在请同学跟着我读 梦到两句大家一起跟着读 《读书法》有三度 《读书法》有三度 《深眼厚》、《顺戒耀》 《深眼厚》、《顺戒耀》 《方读此、密目比》 《方读此、密目比》 《此未中、密目比》 《此未中、密目比》 今天的齐重弟子规讲解完毕 请同学圈回理解指数和喜爱指数 和记得要和家人分享啦 拜拜